阿花啦虧心 我們新房子 裝潢好呢好像還沒有很正式的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們家裡面的一些部分的狀況 那因為現在呢還有很多地方還在裝修 所以我們今天先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們家的主臥 主臥室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床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就往樓上走 上樓前呢我們會先看到這個 等一下 這個是我們林太太 專屬的扭蛋櫃 那你們應該很 有一些朋友應該會很清楚 就是我們之前在日本阿 或者是在很多地方我們都會去扭蛋 那林太太扭到的蛋阿 都會收藏在這個地方 這是他個人的嗜好 那我們現在慢慢往樓上走 這一間 這間是Happy的房間啦 阿因為目前呢 還沒有整理好 所以就 有點亂亂的 先不要理他 然後這邊也是 樓梯間呢也是有點亂 因為東西太多了 那四樓上去就是客房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一間主臥 它主臥室呢一進來就看到一個非常爽的床 小公來到一個高級病房 哈哈哈哈 這個非常非常的舒適 你看看電視 看這麼優質的頻道 這麼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你的遙控器在哪裡 這裡 它這個很酷的就是 它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 那個背 還有腳 彎曲的這個地方 它最高可以很高喔 它下面這一個是 特級的乳膠墊 所以它的彎曲度呢非常的好 所以在使用中呢 你在躺的過程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量身定做 怎麼講你可以自己去控制你身體 適合喜歡的彎曲度 然後呢 等一下 喔 可以摸到這麼高 根本就是沙發了吧 你有一天真的不能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坐這樣 所以我有想要買一組給我爸 這樣吃飯 就是買一組給我爸 我覺得我爸應該會練不到 然後它有一鍵全平躺 這個 就是你可以控制 個別的上面的上或下 然後腿的上或下 或是一起往上 然後這個是一起平躺 如果你是這種 比如說你現在已經 那個 看完電視 電視關了 我以為你要說康復了耶 你就按你再平躺 按下去以後 你就可以這樣看 它就會自動幫你恢復到 完全的平行 然後我手下巴 像有餵食道逆流的 還是像我最近 鼻水倒流 它就完全平 它平很不舒服 我就可以把我的那個 上身 調高一點點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好用 因為我本身就有餵食道逆流 說的是 就是在睡的過程呢 有時候我都要疊很多枕頭 那以前我們 我記得我們在美國 以前我跟王先生 我們去舊金山的時候 住了一間飯店 它 美國都會附那種大的枕頭 我們就覺得很舒服 是 你看後面疊兩顆 再疊 可以再疊一點東西 它就整個很膨 坐著看電視呢 就是舒服 但是後來回來呢 這幾年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你要找到這麼多顆枕頭 你的床會非常佔空間 但是如果你是用電動床的話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可以直接一顆枕頭 然後呢 隨心所欲的調整你要的高度 有一些人 要安胎啊 我以前懷孕的時候 有一陣子 被醫生說要只能躺床 然後你躺平的 你又要把枕頭疊很多顆的時候 疊來疊去就是很麻煩就是了 然後枕頭躺一躺 有可能會跑腫 所以有這個床如果你是 剛好是孕婦 你安胎就很好用 然後跟你 生完之後 你在坐月子 尤其是剖腹產 我們要起身的時候 這邊都會很拉扯 然後你這樣用起來 你就可以 轉斜斜的腳 先下 你就可以下床了 你可以把這條更起來一點 你會更好下床 你這樣讓我有那種 你當時候躺在月子中心的即時感 然後呢 他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 他 要準備的是兩個單人床的床包 以往 因為他是個人 兩邊 你可以比如說 我現在要想睡覺 他想要追劇 他就可以單獨的弄起來 那你可以兩個人一起追劇的時候 一起用 那他可以很隨心所欲的分配 就是個人的部分 所以 他的床包呢 就會變成 不像我們以往的那種 一大床 然後就一個床 雙人床 KING SIZE CLEAN SIZE的床包 他反而就會變成是一個 單人加大的床包 然後變成兩座 然後呢 旁邊 兩邊這一邊 都有 他的遙控器 那這遙控器呢 我們請我們 林太太會各位示範 你 等一下 你現在睡到一半 手要換 只要手撐下去這個距離 他就可以直接拿到遙控器 而且這裡 這個小袋子 連手機都放得下 平常還可以放手機 因為你看我如果躺起來 我要去我的那個 因為我手比較短 對 我要去那個床頭櫃拿 會這樣 有點不好拿 所以這 這裡拿就很方便 這一個角度是 很順手的角度 然後你還可以放一點小零食 然後你還可以放一點小零食 然後在填腳 還可以放一點小零食 太多了啦 這人也要貪心啦 這主要是放那個遙控器而已啦 床底下 這個厚度 是掃地機器人是可以進去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房間有準備 掃地機器人的話 它是沒問題 那整體來講喔 我是覺得 它這一個 乳膠床墊呢 本身就已經非常非常的好燙 那再加上呢 它是可以調整式的這種方式 誒我們可以分享這個價格嗎 我們那時候買多少 應該好像12萬多 好像12萬多 還是13萬了 那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次去 其中一個百貨 然後我們看了一組 然後我們很久以前說 不然反正 我們不要講牌子 但是那個是一個台灣很有名的 那個名模曾經摔馬齁 你這樣太明顯了吧 曾經從一個動物身上摔下來齁 它在療養的過程中躺的那個床 然後那個床很天價 我們那時候在週年慶之前去問 然後那個店裡就講了一個很高的價錢 最後我們買不下去就沒有買 那個價格很高 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大概幾乎都是差不多 就是功能差不多 那價格是多少 我忘了 好像是我們買的這個 我記得40 是50嗎 然後那時候想說 喔 還是我們躺到的太好了 也有可能 然後它枕頭 它枕頭也不便宜 我記得它枕頭很貴 對啊它枕頭也不便宜 所以後來我們決定就是 我記得30 選迪奧斯呢 第一 台灣品牌 質感也不錯 然後價格又很OK 那服務又很好 他們來裝機那個師傅掏親戒的 而且它是就是附這個床架 然後它的床架也不會太熟 有些這種 會讓你看起來很像是家裡 老人院啊 治療廠 但這個就不會 它的床架是好看的 然後它有一個好處是 如果你的那個床 一般的床 你的那個床頭 有可能需要一個床頭板 還是你要 有一些床架 它不是是做床頭 有那種 Sport機還是 那叫什麼啊 就是它已經有 用好那個 靠背的東西 我知道 這個就不用 我知道 就是 後面會再多一個這個 對對對 那個其實很會激灰塵 對啊很激灰塵 然後又不好洗 對 所以就很麻煩 那 那時候選這個的時候呢 是發現 它基本上 不需要後面那個墊子 因為它本身就可以 爬床抬高 你要拍這裡 它很厲害 就是它的腰 不會讓你腾空 這裡 那我上下巴 這個是腰腾空 還是你腰肉比較多 沒有 它就是說它這邊 會很吻合你的腰 它不會讓你腾空 就是它有支撐 女生很容易腰痠啊 嗯 OK 這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 我一定是滿的 因為我腰肉很滿 來吃一下 唉唷 因為我樓上的客房呢 也是準備 也是買他們的床墊 因為我後來 在試糖的過程呢 我發現他們的乳膠床墊 非常好糖 所以 等一下有說不知道幾年不變形 這種 這個我真的有點忘記 對 因為買太久才搬爛 嗯 我想到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換床單 很方便 就是單獨一個這樣換 就不像我們以前 不是說單獨而已 因為我在 我們家的床單 都是我在換的 我知道 我跟你講 我換到我要生小孩錢 都是我在換喔 肚子那麼大還在換 你知道一個雙人床 然後我那麼矮 我肚子那麼大 我要換床單很吃力 但這個床單 很好換就是 你把四個腳都這樣抬起來之後 你這樣套著套著 然後再把它打平 它就鋪好了 你就不用這樣 以前我換床單 我這樣每個腳都要 爬在那邊 然後會 那這個就是 你先彎曲成這樣子 然後呢 先把它套好 然後再用剛剛那一件 把它弄平 它就是這樣順平 它就整個瞬間 就把它床單給裝好 然後再用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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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主臥的床 迪奧斯的天然乳膠電動床 那我覺得在當時會選擇 這一個電動床 第一就是 很酷 然後再來就是呢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尋找 就是可以舒服躺在床上追劇 或者是看電影的方式 那我們如果你們有印象 我們以前在舊架的時候 其實我們 會有很多的枕頭 我們會用不斷的很多很多枕頭去疊 那你也知道枕頭躺久了 它就會變形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定期都要去更換一些枕頭 那因為 你如果是用記憶枕的話呢 你躺下去會沉下去 所以變成在 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會習慣去買棉花枕 棉花枕 剛開始躺會很膨 但是後來躺起來呢 所以我們 變成我們房間會有很多很多的枕頭 去不斷的更換 甚至有的時候你要換一個姿勢呢 可能枕頭也都要跟著去更換它的排列組合 那現在呢 有電動床以後 我覺得非常的輕鬆 是 你只要 拿著遙控器 這樣簡單的控制 超輕鬆 而且我們躺在這邊呢 你連你膝蓋的部位 膝蓋的部位呢 都可以讓它直接升起 你可以想像嗎 你的床就是一個沙發 那種概念 它以電動床來講 它不會很貴 然後再來呢 是我覺得 迪奧斯電動床 它的服務品質非常好 就是工人也好 我們在門市挑選的時候呢 這個乳膠床 它是百分之百全天然的 所以它其實很快 這個超好躺 超好躺 超好躺 喔 這個 它真的很 因為我自己睡的也是這個軟度 它其實 你等一下可以躺另外一個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有點太硬 喔 這個比較舒服 喔 這個躺在床上爛多爽啊 為什麼它被頭那麼浮貼呢 因為其實乳膠的好處是 像因為我們家的乳膠是 目前全台灣密度最高的 它有到乳膠都沒有問題 它這個是膝蓋的 然後這個是它背板的 所以你躺在床上這樣 就是一個人體工學 就是你在看電視 喔 喔好爽喔 而且腳上就可以抬腳 給它站耶 可以直接抬腳耶 它真的蠻舒服的 而且它其實可以到 買了啦 買了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都扛起來了 完全就是一廢物 這好像是合謀 這好像是合謀 這好像就是一廢物 對呀嘛 這個懶人 你懶人生氣還好用這個床啊 亂躺都可以耶 對 它其實真的是亂躺都可以 就是它也沒有 它們的服務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 我去現場躺的另外一個乳膠床呢 我就愛上 然後呢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一個 這一個呢 我決定買客房 這個是乳膠的 然後呢 我應該是買雙人加大 這個 現在有在打折 喔這個真的超寒睡的耶 這一個就放在我客房 然後呢 我們的主臥呢 主臥就是分成兩邊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像現在這樣子 我們個人一邊都可以遙控 然後 躺著追劇 躺著滑掃機 可以抬腳 然後像我本身有胃食道逆流呢 晚上睡覺可以抬高一點 就不用疊那麼多枕頭 這是比較舒服的一種睡法 還完美 所以我的四樓的那個客房呢 也直接是買了他們的乳膠床墊 那就變成說 我們之後呢 在睡覺的過程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睡覺 它是一個可以投資的一個生活瓶項 比如說呢 我們每天都要在上面 最少會睡個五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有的人甚至可以睡到十個小時 那這部分呢 就變成我們有很多的時間都會在床上 那我覺得 這個部分 睡眠喔 的 尤其是床具寢具呢 我是不會 不會吝嗇去投資它 因為對我來講 投資這些東西 這等於是投資我自己 那有舒服的睡眠 你比較好的精神 你的腦袋思考 你的生活品質呢 也都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一個新房子 最重要的 家具裝潢呢 那當然都是 你希望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一個 最必要的東西就是 選一個非常好的窗墊 所以 今天呢 開箱我們的主臥 就跟你們分享 我們主臥 厲害的 電動床 那之後呢 等我樓上的客房好了 我再跟你們分享 就是 包括我另外 客房的佈置啊 跟另外客房 因為客房我現在還在整理 所以我現在就 先 跟你們分享 主臥到這邊 那 之後呢 我們二樓一樓 一樓裝潢 一樓裝潢要多久 一個多月 呵呵 我不知道 好像要一個多月 那裝潢好呢 我們就可以一一的開箱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新房子 搬進來的喜悅 講得好 二樓我要下樓吃飯 掰掰